代表国民党参选新北市长的侯友宜今天上午来到淡海新市镇 视察淡海捷运轻轨的驶车状况 而面对未来轻轨政策侯友宜表示 轻轨今年底绿三线将会完工通车 接下来还有南海线 因此未来捷运并不会做完就好 反而还要继续扩张 代表国民党参选新北市长的侯友宜 今天上午来到淡水淡海新市镇 视察淡海轻轨捷运的驶车状况 会同无党籍市议员蔡景贤 以及国民党宣议员郑代立香 还有蔡业伟务处主任 一同关心淡海轻轨进度 面对未来轻轨政策侯友宜表示 轻轨捷运今年底绿三线将会完工通车 接下来还有南海线 因此未来捷运并不会做完就好 反而还要继续扩张 我们希望今年能够顺利通通 那更重要能够带动起国车国造 让我们的汽车产业 让我们的这个捷运产业 能够蓬勃发展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今天特别跟议员一起来 这个盘查这个市场的一个情形 当然在整个政策上 现阶段完成是第一个首先要过的 那随着当然新市政的第一期 甚至未来的第二期 那我们要逐渐逐渐的去把这些轻轨扩展 或是不断的延续下去 也是我们未来好的政策的一种延续方式 我们还有南三线还得做 南三线也会积极的来推动 侯友宜与地方议员观看 新屋者号续车侯友宜表示 希望透过淡海轻轨带动国车国造 而他也强调三环三线一定要实现 没有谁可以推翻三环三线 哪有工程说做到一半就不做了 所以好的政策一定要延续 很清楚的三环三线是一定要实现 谁来做 没有一个人可以推翻三环三线不做 哪有工程做到一半就不做了 所以这些好的政策是一定要延续 新增的政策 我们会提出更棒更新的政策 来延续老的政策以外 也形成了很多针对这个 这个新市政不一样的一些作文 侯友宜表示 淡海轻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建设 能够带动新市政发展 而且必须要实现才能够改变城市风貌 而淡海轻轨预计在今年底通车 希望今年完工后 能够让民众享有一个完整的交通运输 记者许多安一代水菜猛报道